第五题 不用图一求质量M 以细绳细柱 线长L 一端固定在O点 AO保持水平 M从A静止降落 而在B点处 与静止的质量2M的物体 做弹性碰撞 请回答下列问题 第一小题 M落下至最低点 且与B碰撞前数率是多少 我们先看旁边这个图 A这个质量是M 线如果A从水平位置 从这边静止释放 可是线的长度是L 结果当A释放下来的时候 是做圆轴运动 顺着圆弧这样晃下来 结果它到B点的时候 A到B整个下降了L的距离 所以从A下降了L的距离以后 中力位能减少而动能增加 所以把上面的中力位能 转变成下面的动能 所以在跟B碰撞以前 A下降了A下降了L的距离 所以MGH 而H就是下降L的高度 这就是减少了中力位能 而中力位能减少 转变成动能 所以是二分之一 M乘以速度 Va的平方 这个是在碰撞前 A从上面掉下来的速度 两边M消掉 二乘过去 所以Va的速度 开根号 等于2GL 所以Va的速度 是根号2GL 第一题 C的答案 第二题 M和2M碰撞以后 M在最低点反跳处的速率是多少 因为A撞BA的速度 这时候在最底下 已经是根号2GL 当A跟B两个座弹性碰撞的时候 M反跳的速度 也就是要求Ua Ua等于 因为是M撞2M 所以分母是M加2M 分子是M-2M 因为B是静止的 所以只有A的速度这一项而已 而A的速度 这时候是根号2GL 所以M加2M 我们把M消掉 分母是3 而分子1-2 等于负1 所以等于负的 三分之一 根号2GL 所以A反跳的速度 是三分之一 乘上根号2GL 所以第二题 猪的答案 第三题 M和2M碰撞以后 2M运动的速率 所以瞬间速率是多少 当A去撞B 在最低点的时候 M撞2M 而B的速度 也就是UB 等于 因为B原本速度是0 所以前面是M加2M 可是分子2M 可是分子是2倍的M 把A的质量2倍 乘上A的速度 可是A的速度是根号2GL 所以这样算出来 等于分母 1加2等于3 所以三分之二 因为我们已经把M约了 所以等于三分之二 根号2GL 所以B前进的速度是三分之二 根号2GL 所以第三题 E的答案 第四题 M反跳至最高点的高度是多少 我们刚刚在第二小题的时候 我们刚求出来 M反跳的瞬间速率 是三分之一乘上根号2GL 因为这个速率是负值 所以表示 它朝反方向有一个三分之一 根号2GL的速度 现在有速度有动能 于是M反跳的最大高度 把动能转变成重力位能 所以 二分之一 M 这是A的质量 乘上速度是三分之一 根号2GL 的平方 这个就是A反跳以后的动能 而这个动能 可以让A上升到最高 MGH 假设这是A上升的高度 我把这叫HA 所以两边M消掉 于是 二分之一乘上 我们把平方乘开来 三分之一的平方九分之一 我们把根号去掉 所以乘上2GL 所以2跟2约掉 右边这里GHA 所以HA A可以上升的高度就等于 两边把G约分之后 九分之一L 所以A可以上升的高度是九分之一L 所以第四题C的答案 而第五题 碰撞以后2M能够上升的最大高度是多少 等于刚刚第三题 我们算出了2M运动速率 它的速间速率是3-2乘上根号2GL 所以这个速度让2M可以上升 所以利用动能转变成位能 因此二分之一 可是质量是2M 速度这时候是3分之2 乘上根号2GL的平方 这是2M被撞了以后 它所具有的速度 所以这个就是它的动能 我们把这个动能变成重力位能 所以2M乘上G 乘上B能够上升的高度 我们叫做HB 我们把质量2M约掉 所以乘开来 2分之1乘上3-2平方九分之四 再乘上把根号去掉2GL 等于G乘上HB 结果2跟2消掉 G跟G两边也约掉 所以HB等于九分之四L 所以2M可以上升的高度 是九分之四L 定义题一的答案